曲az bypass 同一宿球 響遍全球 2020年中 大規模反警暴 同种族歧视 示威浪潮 smallest 蹈火线源自美国 我们看下 augmented world 46岁非裔男人可乐知阳 接驗用假抄 被捕時,警員跪押他的頸部 弗洛伊德則適死亡 觸發抗議警暴 針對非藥族群的示威 很快蔓延至全美50個州 和華盛頓特區 部分演變成騷亂 美國的調查報告說 這些只佔少數 超過九成示威都是和平 連日參與人數 估計約1500萬到2600萬 是美國歷來最大規模 分析認為反映了 即使美國曾經選出非裔總統 但是在非裔民權領袖 馬丁盧德金 發表可有一個夢演說 超過半世紀後的今日 種族歧視仍然是社會深層問題 也有人將矛頭指向警隊 要求解散或者削減經費 當局應對示威的措施 也都引起爭議 尤其白宮外面這次清場後 總統特朗普經過現場 到聖約漢教堂外面拍照 教堂對開路段 自此成為種族抗爭的地標 相關的聲援示威 編及幾十個國家 包括英、法、德、歐地利 西班牙、墨西哥和南韓 多個涉及種族、奴隸 或者殖民主義的人物標記 成為種旨之敵 歐洲的白俄羅斯 傳來另一訴求 有歐洲最後獨裁者 歐洲之稱的總統 盧卡申科 尋求五度連任 民眾在大選前兩個多月 已經上街抗議 警方無力鎮壓 但是示威持續 反對派代表就逃亡輪郭 官方說盧卡申科得票超過八成 他在舞弊醜聞中低調宣誓連任 歐盟不承認他的地位 還一再制裁 在泰國一向地位昭然的皇室 面臨史無前例的反抗 爭取改革君主制示威 由學生主導 高叫解散國會 修憲等等訴求 總理巴育拒絕下台 警告會動用一切法律 應對違法示威者 抗爭領袖聲言 明年會議更大聲勢繼續抗議